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没有安全感的女人 身体会有这些表现,你有吗?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 日子会有多难熬 朋友小林对许多未知的事情都感到害怕 尤其是到了夜晚 她睡觉时一定要开着灯 因为她总是担心黑暗中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感情方面 小林总是觉得她的老公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注 不尊重她的想法和感受 这让她经常情绪失控,非常痛苦 工作上她也总是不安 同事的一个眼神或一句随意的话语 都能让她胡思乱想 担心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处理得不好 从而导致内好 尽管小林已经成家立业 但她内心还是住着一个害怕的小女孩 她总是担心自己不被爱 对未来充满忧虑 感觉自己的背后空无一人 没有人能够为她的人生提供支持 她尝试过各种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比如拼命加班,努力赚钱 但这些都无法让她真正放松下来 享受当下 朱德庸说 女人喜欢实在的男人 因为实在的男人给人安全感 但无钱而实在者不在此限 作为一个男人 能够给家人一份安全感 就是最好的爱 但是有的女人 不管嫁给谁都觉得不安全 因为她天生就患得患失 并不明白以后要做什么 对自己做的事情也没有把握 没有安全感的女人 常常有以下几种表现 在她的脑海里 什么事情都不靠谱 危机感随时存在 一,睡觉不踏实 总是很早醒来 有时候我们会在睡梦中 遭遇一些可怕的场景 然后突然惊醒 有句老话这么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梦见的内容往往和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经历 白天发生的事情 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 特别奇怪的现象 但有些女人特别喜欢做梦 她在梦里会经历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当醒来时 却记不清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留下一种模糊而可怕的感觉 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常常会因为失眠和焦虑而夜不能寐 早上也醒得很早 如果某一天她睡到很晚才起床 发现房间里已经洒满了阳光 她并不会感到轻松愉快 反而会被吓一跳 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因此她每天都会习惯性地设置闹钟 甚至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设置 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睡过头而错过重要的时间 2.上下班逛街 喜欢走同样的路线 每天乘坐哪一路公交车去上班呢 大多数人通常不会太在意 只要能够及时赶上车 顺利到达工作地点就可以了 如果偶尔错过了公交车 会选择打车去上班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至于逛街 一般人喜欢去探索那些不熟悉的街道 欣赏不一样的风景 那些风格独特 充满个性的店铺 往往能够吸引逛街者的好奇心 然而 对于那些特别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来说 在出行时 她的行为会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她在上下班时 喜欢搭乘同一班公交车 至少是同一路线的车 逛街时也喜欢走相同的路线 因为担心在陌生的街道上 会遇到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三 丈夫外出的时候 和丈夫联系非常多 结婚之后 很多女人会感到一种特别的安心 开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每天忙于照顾家庭和孩子 尽管有时候会很辛苦 但还是觉得挺幸福的 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 两个人互相支持 哪怕只是喝一杯普通的白开水 也能感受到甜蜜的滋味 当他们分开时 距离反而让彼此更加思念 这种感觉也是温暖的 然而 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感到这种安全感 有些女人在结婚后会变得特别依赖丈夫 一旦丈夫晚回家 她就会感到非常难过 甚至开始胡思乱想 担心丈夫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 她还担心 如果有人突然敲门 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因此 当丈夫不在家时 她会频繁地打电话 但不是因为想念 而是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自己身边 四 对别人的话非常敏感 总以为别人在说自己 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 往往对周围人的言行举止特别敏感 假如在办公室里 同事们闲聊时提到了某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 这样的人就会立刻觉得同事们在背后议论她 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 甚至会生气 当她看社交平台时 常常会把别人发布的信息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些信息中描述的人 她看周围的人 总觉得别人对她有不好的意图 如果有人曾经和她发生过争执 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她一辈子都要提防的对象 她会处处小心谨慎 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五 对身边的恋人常常会疑神疑鬼 俗话说 人与人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一个总是疑神疑鬼的人 对周围的人总是缺乏信任 他们总觉得身边的人会随时离开自己 或者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即使丈夫对她非常顺从 她也会怀疑丈夫偷偷存了私房钱 或者在外面有了第三者 甚至还和前女友保持着联系 比如 如果她的丈夫去参加一个聚会 她就会非常担心 害怕聚会中会有女同事或女同学出现 她会不停地打电话 或者要求丈夫发视频过来 只是为了证明丈夫没有撒谎 如果有一天真的面临离婚 她反而会有一种悬着的心 充于落地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曾经的猜想都是对的 六 喜欢稳定的工作 不想冒险 有一个词语叫不破不立 意思是说 我们要勇于打破旧有的束缚和习惯 才能有机会迈向更高的境界 如果总是固守旧规 不敢尝试新事物 那么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限制 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往往没守成规 努力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哪怕这份工作的薪水并不高 她也会坚持下去 因为稳定的工作 能给她带来一种安全感 如果这样的女人面临失业的风险 她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和焦虑 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哭泣 而当女人结婚后 如果夫妻双方能够携手创业 共同奋斗 那么她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有 然而 对于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来说 她往往会对丈夫的创业计划持反对态度 她担心冒险会带来失败和负债 永远无法翻身 七 总是担心自己的家人 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每天都在为各种事情担忧 比如今天 她会担心自己的父母会不会生病 或者自己出门时会不会遇到不安全的情况 到了明天 她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否努力学习 会不会被同学欺负 再过一天 她又会担心年迈的爷爷奶奶是否有人照顾 其实 她所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必要的 而且她也很难改变这些现状 随着她担心的人越来越多 她感到心灵上的负担越来越重 脸上也很难有愉快的表情 做任何事情都变得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在一个家庭中 每个人都应该有家庭责任意识 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互相关心是必要的 但如果过度担心 就会让大家都感到疲惫不堪 二 成年人的安全感 是在成长中塑造的 成年人的安全感 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满足 更需要精神上的高度自洽 这种自洽意味着在面对外界任何意外和评价时 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拥有为自己负责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 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这种能力 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拼命寻找 如果你也感到缺乏安全感 请不要责怪自己 安全感这种能力是在成长过程中 一点一滴被塑造而成的 它与我们的经历密切相关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 受过的每一次伤害 都会对你安全感的形成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成年之后 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合适的伴侣 不断地经历被抛弃和背叛 你的安全感就会逐渐被消耗 又或者在童年时期 如果你经常被父母打压和忽视 你的安全感就会变得特别匮乏 这种安全感的建立 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婴儿时期 当你还是个没有行动力和表达力的婴儿 你渴了饿了都只能通过肢体和哭闹来呈现需求 如果你很幸运 你的需求都得到了及时的满足 那么在你最初的身体细胞里 就会形成安全感的基础 并且拥有肯定自己的能力 在长大后 你能很顺畅地从自己的小世界 融入外在的大世界里 然而如果父母疏忽了对你的关照 没有及时回应你 这种被忽视 不被关爱的恐惧 就会深深地记录在你的身体 刻在你的潜意识里 从我们生命开始的那一刻 身体的记录就开始了 并且从未停止 你过往的创伤 未释放的情绪 未完结的关系 都会被身体以它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些经历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感和自我认知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体现在你的肢体表现上 不习惯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 当周围有很多人时 他们会选择躲在角落里 不想成为焦点 害怕社交 在和亲密的人相处时 他们感到没有安全感 对于拥抱牵手等亲密行为感到不自在 有时会下意识地躲开 有时却又非常渴望身体上的接触 一旦离开爱人的怀抱 他们会觉得连安全感也一同消失了 即使是在与父母相处时 也会感到一种疏离感 一方面 他们想要和父母亲近 另一方面 却又害怕和他们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 他们会莫名地紧张和焦虑 手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 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 身体语言是不会骗人的 它总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们最真实的感受 这些身体上的反应和习惯 不仅影响我们在之后的每一段亲密关系 人际交往和工作沟通中的行为和决策 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3.提高安全感 从身体入手 想要打破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 关键在于从身体出发 释放那些不好的情绪 转变那些消极的思考方式 让身体和心灵紧密相连 找回内心的平静 身体舞动是一种快速且有效的治疗方法 新本体的创始人木范老师曾经说过 通过舞动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哪怕每天只花10分钟进行一段即兴的舞动 你也会发现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 有人会问 舞动和跳舞运动有什么不同 舞动并不需要舞蹈或运动的基础 它是一种自由流畅的表达方式 是身体在展现你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当你随着自己的直觉自由舞动时 它可以帮助你将潜意识中深层的情绪引导到表面 并释放出来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项只要你开始行动 就会立刻给你反馈的内在成长方式 当你全身心投入舞动时 你会立刻感受到新的变化 在舞动中 你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哪里僵硬 哪里不舒服 哪里需要更多的力量 那些不受控制的念头会暂时停止 你只会专注于身体 那些混乱的思绪会平静下来 身心自然地回到当下 内心的挣扎和拉扯会得到释放 你会感受到久违的宁静和祥和 体验到一种被充沛能量滋养的感觉 如果你不想再无力地被生活推着走 想要活得有安全感 感受到内在真正的喜悦 从亲密关系中得到滋养 那么一定要尝试身体舞动 只要你开始动起来 无论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恐惧 你的身体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朋友木木木曾经也差点被生活的疲惫吞噬 甚至有那么一刻 她站在打开的窗户前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想要直接跳下去 在生命之火急急可危的时候 是身体舞动拯救了她 她第一次跟着音乐舞动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像四肢都不是自己的 怎么动怎么别扭 那时他突然觉察到 原来我以为的我太狭隘了 我连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 更别谈掌控生活了 然后他开始逼着自己驱动身体 等到他渐入佳境 身体也一点点被打开了的时候 木木发现自己竟然在流眼泪 那不是伤心或难过的泪水 是他一直以来迷茫焦虑的情绪 通过眼泪被释放了出去 他感到了久违的放松和舒适 身体自有他的力量 只要我们学会合理的调度和滋养 身体从来不辜负你的期待 有一位网友说过一段极浪漫的话 偶尔把手放在胸前 感受一下心跳的声音 今天也有七吨血液 走过了十万公里的路程 为了让你体验世间的一切美好 身体每天都在不懈地努力 因此我们也应当倍加珍惜 以回报他对你的申请 四、五个建议 让重获安全感 一、不要一直沉溺于 让你恐惧难过的事情中 会让女人失去安全感的事情有很多 但我感情创伤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情上的挫折往往让人非常难过 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 对生活失去信心 这都是很正常的反应 你可以选择痛哭一场 去旅行散心 或者暂时谁都不见 什么都不做 但请记住 不要让自己沉溺在这种负面情绪中太久 你要明白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人会一直等你 一直容忍你的停滞不前 你的生活可以暂时停下 但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等你 痛哭一场后 记得擦干眼泪重新上路 逃避一会儿后 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只有努力向前走 你才能让一切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只有往前走 你的安全感才会一点点回来 不要说这太难了 你还没有尝试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我希望你通过这次经历明白 安全感这个东西 只能自己给自己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二 停下来复盘 当你平静下来之后 不要急于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或者做出什么重要的决定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还带着一些冲动 没有完全弄明白之前是什么原因 让你感到不安和失去信心 所以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先停下来 仔细地反思一下 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当然 我建议你反思 并不是要你对自己失去信心 我只是希望你能理解 任何一段感情中的问题 都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 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时候 放慢脚步 反而能更快地达到目标 不要急于行动 而是要让自己准备充分再去做 这样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特别是在你感到不安的时候 更需要静下心来 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应该做的事情 三 做好眼前能做的事情 很多女人朋友 在感到不安全的时候 往往会感到慌张 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在这种心态下 我想给你一些建议 专注于眼前能做的事情 找一些简单 且能快速看到成效的事情 先让自己忙碌起来 比如 你可以选择读书 这能让你内心平静下来 你也可以选择健身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苗条 或者你可以专注于工作 让自己在职业上有所提升 这些实际的事情 不仅能帮助你找回自信 还能让你逐渐建立起安全感 当然 你也可以做一些 针对自己弱点的事情 找到之前的问题所在 专注于一件事并努力改进 这也会帮助你快速找到安全感 总之 在慌乱的时候 不要想着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 更不要想着全面提升自己 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努力去做好它们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四 不要被任何人趁虚而入 女人没有安全感时 往往会变得特别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 会急于寻找依靠 甚至不惜依赖那些并不值得信赖的人 这种做法其实很不明智 因为当你感到不安时 你的判断标准会变得很低 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 你就可能失去理智 结果可能会受到更深的伤害 所以你需要更加坚定和坚强 你的脆弱不需要向所有人展示 安全感应该自己给自己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咬紧牙关 努力向前 不给任何人可乘之机 坚持下去 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你就会发现 自己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了 到那时 你一定会为自己曾经的努力 和坚持感到骄傲 五 努力提升自己 想要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能力 作为基础 当女人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依赖别人 而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实际上 失去安全感的这段时间 往往正是你提升自己的最佳时机 我身边有许多女人 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 咬紧牙关 努力奋斗 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至于如何提升自己 有很多方法 比如你可以去学习新的知识 掌握新的技能 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只要你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取得进步 女人从来都不是弱者 我们不需要依赖别人来获得安全感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 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勇敢地向前迈进 为自己创造所需的安全感 就能在这个过程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没有安全感的感觉真的很难受 相信每一个经历过这种感觉的人 都会深有体会 但正是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期 往往会让一个女人迅速成长 因此 你要学会感谢那些曾经伤害你 离开你的人 因为他们让你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就是我们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所以你要为了自己而努力奋斗 在此之前也要仔细思考所有的问题 不盲目跟从 但也不要过于胆怯 你要努力成为最强大的自己 让别人不敢再轻易伤害你 同时也让自己成为自己安全感的来源 因为只有这样 你的生活才会更加踏实 你的幸福才会更加稳定 让我们一起加油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